如果说我到底喜欢唐诗还是宋词 我肯定还是喜欢唐诗 是你有一种厚然之气 慷慨极昂 我最喜欢的是 陶渊明和寿东坡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清点 我将来说不定还要在你们的 B站上做直播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为什么要都诗 它不是一种知识 诗过是一种体验 我们那个地方的方言 你搞得不好 就是你搞得个鬼 这个可能是我 无形中间流了出来的方言 从总体的文学成就上讲 应该是唐诗比宋词的文学成就高一些 为什么我们一谈到宋代文学 就是谈宋词呢 其实宋代的诗 在数量上是宋词的好多倍 宋代的文章也是很多倍 就是文章或诗在宋朝 已经是老牌题材了 变成诗 在唐诗的高峰过后 它是很难超过唐诗这个高峰 那么词是一块 有待开垦的词女的地 所以它在里面有更多的心理畅照 在和词这种东西 这种宋朝人的那种类型的情态 那个时代的气质比较合牌 如果说我到底喜欢唐诗还是宋词 如果说读得比较多 我肯定还是喜欢唐诗 宋词其实 这个东西你很难说有个什么气质 比如说 首东坡啊 周邦彦啊 星际集啊 包括李星赵啊 这些词其实我也是很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 陶雅明和首东坡 比如说陶雅明的 饮酒之舞 杰楼在人井 而首东坡的 明月几时有 水到锅头 把酒问清天 我对这些古代的诗词 肯定有一些个人 一些独特的 我感觉到的 别人没有体验到的一些感受 个人的感受 这些感受可能有个性 对同一首诗对吗 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有个人的体验 我在这里也给年轻的朋友说一下 尤其是你将来要做父亲 或者母亲的朋友 我认为小孩子接受教育 最开始背诗和背词之间 如果在诗诗和送词中间做选择 一个年轻的父母 首先第一不是应该让孩子 去背诗诗 而不是背送词 原因是什么 他紧接开阔 格调明朗 古人叫读书养气 他就容易养 使你有一种厚然之气 慷慨极昂 送诗往往写得比较特殊 写得很细腻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很快 很早就读得写得那些 非常细腻的词 因而柴下眉头 却上心头 都多了 我真的认为应该得可能得抑郁症 等它稍稍大一点 再抖这些东西也不迟 唐诗 送词都好 我反复强调 都应该认识学习 我在这里和朋友们讲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为什么要得诗 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小学 包括大学生 那个得诗啊 我们现在把这个目的完全变了 我觉得 物如其头 我们很多家长叫孩子得诗 网络是叫孩子学习知识 正常见识 这个是不对的 都是一个 第一个就是情感体验 第二个就是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这些东西很重要 它不是一种知识 四个是一种体验 它是一个人 尽快的 人性变得比较成熟 再一个 我们的家长 包括我们年轻人 有一点是没有注意的 就是想象力 是所有人创造的最主要的才华 我 还不是特别喜欢上电视 今天的电视不是唯一的 我觉得直播有个好处 是什么东西呢 就更有个性 我将来说不定还要在你们的 B站上做直播 朋友们 我爱你们 我也希望你们爱我 都